疫情持续升温 先前长荣航空证实 曾经三度载到武汉肺炎确诊乘客 现在连华航也中招 华航三月从国外飞回桃园的班机 至少有15班载到国内确诊案例 而另外华航从桃园起飞的班机 也至少二度载到国外确诊个案 包括17号转机飞抵成都的中国女子 疫情指挥中心为此主动的 向中国官方要了解个案状况 却被中方已读不回 造成疫调困难 现在只能持续向中方追问 国际航班全世界飞来飞去 不止长荣三度载到确诊个案 华航也中招 画面上密密麻麻的日期 都是三月华航载到确诊个案的航班资讯 这些班机都是从世界各地飞回台湾 出发地除了有欧洲的德国伦敦维也纳 还包括亚洲大阪曼谷等 以及澳洲布里斯本 还有美国的旧金山和纽约 总计至少15个航班载到确诊乘客 另外3月7号飞往德国法兰克福 以及3月17号飞往中国成都的班机 至少两班也都载到确诊个案 当时执勤的机组员 事后都会收到居家隔离通知 华航对此只有低调回应 班机都有确实消毒 至于确诊个案都交由 疫情指挥中心统一回应 其中中国成都确诊案 我方主动向中国官方了解状况 但确实已读不回 我们上个礼拜就有注意到 那也有跟陆方查询 他也没有回复 这东西就造成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成本 或者这样没有办法迅速产生一些行动 不过我们大概 我们大概持续会问 强调台湾会主动向国外通报确诊案例 中方的做法确实造成疫调困难 现在只能持续追问 预防有任何防疫漏洞 记得综合报道